科技股大爆发 中爆行情开启了吗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发钩 欢迎收看今天的复盘视频 在昨天三大指数是全部收率 很多人对于市场都比较悲观 发钩也是在文章当中给大家提到 这个位置回嫖就是DC机会 我们也看到今天三大指数就全面收红了 创业版仍然是充当了反弹先锋 上涨幅度接近两个百分点 我们再看板块方面 今天涨幅榜领先的都是科技板块 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中爆业绩超预期 待会板块方面发钩会给大家细细讲解 我们再看一下成交量方面 截止下午2点18分 两次的成交量是接近8000亿 也就是说今天成交量很可能继续不足万亿 而且对比上一个交易式还会有缩减 那么接下来大盘会怎么走 这里我们看一下上证指数的日线图 在上证指数日线图上 我们注意到3580点到3629点是属于一个盘整的压力区 那么指数要在短期内突破 要不然就是放量突破 那么这个成交量起码不会低于11000亿 那么如果没有放量 那么通过回踩洗盘再度上工 好对量能的要求就没有那么大了 我们也看到目前指数就是属于第二种走势 经过两个交易式调整之后 今天也是在回踩30均线之后开启了止跌反弹 当然这个重要的支撑位在昨天发哥也是给大家明确点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上证指数30分钟图 在昨天的复盘当中发哥就给大家讲到过 30分钟图上60和120均线 粘合处也就是3567点 是属于重要的支撑位 指数大概率会在这个位置止跌反弹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指数最低 也就回踩到了3569点 离我们所说的重要支撑位只有两个基点 所以说这个支撑位可以说是非常精准 目前的话止跌之后开启了一个阵仗反弹 当然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成交量 但这里并没有释放出来 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交易当中就需要注意 M1cd的黄白线这个位置是金叉还是死叉 以及接下来能不能放出量能 如果这两个条件具备 那么指数将开启加速上攻 如果这两个条件不具备的话 那么这里可能还会有一个反复震荡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昨天文章当中发哥给大家提示的 在昨天大盘跌破3580点 发哥就给大家讲得过成功的投资都是反人性的 而目前大盘并不具备向下大跌的基础 反而我们应该逆流而上低息薄反弹 给大家的策略我们看一下 就是设置好止盈止损 后面大概率还有拉伸机会 当然逻辑上也给大家做了分享 抛开技术走势而言 从6月24日以来连续4个交易日 央行每天尽头放200个亿 从这一点来看的话 央行是在呵护市场流动性 而且在上一周证监会核发的IPO只有10家 也是近段时间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 所以在市场突破3629之前 发哥仍然坚定看涨 好我们再说一下板块方面 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板块就是半导体 半导体板块是让近期涨幅是偏大的 而且也产生了一定的顶背离 尤其是在30分钟级别图上 大家更能清晰的看到 当然今天因为中暴超预期 所以半导体板块出现了一个大涨 但是大家有力注意到 量能实际上并没有释放出来 所以对于接下来的策略 发哥认为应该逢高减仓控制仓位 在市场亢奋中悄然而退 同样的锂电池板块也是一样 锂电池板块是发哥在5月给大家提示的主线 当然我们也看到6月它是继续延续了强势 但是这种走势是让发哥并不喜欢 因为短期连续的逼空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加速赶顶的走势 当然从量价关系而言 也是产生了一定的背离 所以发哥认为对于锂电池板块 同样也应该采取一个逢高减仓的操作 等待一波洗盘之后再次介入 才是理性的操作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券商概念 券商概念目前它是沿着30均线 在震荡反弹 板块的重心是在不断上移 这也是发哥给大家提示的机会板块 目前来讲的话 券商板块已经回调到多条均线的支撑位 而这个位置是有望出现放量大阳线的 并且我们也看到了目前MACD的快慢线 已经联合 那么从走势而言 金叉的概率比较大 大盘要冲关 关键还是在券商 所以券商板块也是我们接下来重点关注的板块之一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军工板块 军工板块目前的走势可以说是到了一个分界点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MACD快慢线已经发生了联合 那么这个位置如果向上金叉 那就是一个空中加油的走势 如果这个位置始差向下 那么短期可能会有一波洗盘 这里我们再看一下军工板块的日线 虽然说军工板块主要是在调整 但是实际上调整的力度并不是很大 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最低回踩也是在前面大阳线的一半之上 那么说明多方仍然控制了局势 而今天我们看到了出现了一个缩量的止跌反弹 这个止跌反弹也是突破到前一根阴线的一半之上 那么这里可以认为是贯穿 所以对于军工板块 发哥认为接下来仍然是机会偏大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猪肉概念 猪肉概念发哥是在6月22日这一天给大家提示了机会 在6月28日这一天给大家提示了逢高减仓 6月29日也就是昨天给大家提示了 等待二次回踩之后找低息机会 总体而言猪肉板块目前已经是属于一个超跌的底部区域 二次回踩之后短线中线皆有投资机会 好今天的分享就讲到这里 喜欢发哥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 有什么问题大家评论区留言 我们评论区见 热点板块集体回调 A股反弹结束了吗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发哥欢迎收看今天的复盘视频 今天A股三大指数都是高开 但是高开之后并没有高走 而是在早盘出现了一波快速跳水 在这个跳水当中我们发现 不仅像前期热点的半导体锂电池光伏板块出现杀跌 就连低位的证券保险也是出现了冲高回落 所以这就为今天的市场埋下了隐患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两次的走势都是出现了一个弱势的震荡 再看一下板块方面 今天领涨的主要是医药股 以中药为代表 当然是因为利好驱动 另外就是像上证武林以及白酒 医美这些板块表现相对强势 主要原因就是基金交易金手费下调 对白马股是一个刺激 我们再看一下板块跌幅板 今天领跌的主要是航天航空 也就是军工股 红龙概念碳化硅 第三代半导体科技股 以及券商板块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不仅题材在杀跌 就连大金融实际上也走得非常弱势 所以今天的盘面总体而言是非常弱势的 从个股涨跌加速 实际上我们也会看出 今天有超过3000只个股是在下跌 那么接下来大盘会怎么走 板块方面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 好我们先看一下今天上证指数的走势 这里首先发个要给大家一点信心 目前上证指数的走势 总体而言它是震荡上扬的 在3月到5月是形成了一个3380点 到3500点的一个箱体震荡 5月之后是进入到3500点到3629点 这样一个高位箱体震荡 也就是说A股的重心是在不断上移 但是上涨的速度却是非常缓慢 这也是符合管理层的一个期望 也就是A股需要的是慢流 另外大家要注意的是 从3384点到3629点 这里是一浪上涨 3629点到3503点 这是二浪回漂 但这个三浪上涨 我们发现也是走得比较坎坷 原因就在于没有成交量 因为在6月底市场的流动性相对比较短缺 所以这里我们发现的两次的成交量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滑 而3580点上方是属于盘整的13个交易式的一个套路盘区间 那么指数要突破过去 必须带量 在前面发个给大家讲到过 如果要突破3629 那么两次这个成交量应该要保证在11000亿 而目前我们看到了两次没有量 那么那么只能通过反复的震荡洗盘 从而减轻突破的压力 所以这里大家应该明白 对于大盘的总体走势 目前并没有大的一个风险 短期的调整主要是为突破蓄力 并且我们要注意到的是目前上证指数回调的位置 已经靠近了10日20日30日均线的联合焦点 那么这个位置将会形成一个重要支撑 所以就我个人观点而言 如果指数回踩到10日20日30日均线联合处 也就是核心支撑位 那么这个位置机会是大于风险的 好我们再看一下创业板的走势 创业板近期是突破了前高 也是创出了近6年的一个新高 那么这个位置通常来讲 是需要进行一个震荡整顾的 所以对于短期创业板的走势 发哥认为这个位置可能就是一个反复的震荡洗盘 创业板已经率先打开了空间 在接下来的市场当中 上证指数也是以无望冲击前高的 好我们再看一下板块方面 第一个板块我们看一下创业概念 对于创业板块 大家需要注意两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就是60均线的位置 这是属于创业板块目前的核心支撑位 第二个位置是属于30均线的位置 这是目前创业板块的一个生命线 但今天我们看到创业板块是跌破了这条生命线 走势相对来讲是出现了一些不利因素 但是大家要想一下即使回调 那么离60均线也仅仅只有一个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所以走势看着挺吓人 但是实际上风险并不大 总体而言创业板块目前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的底部区域 机会是大于风险的 所以对于创业板块今天的杀跌并不用恐慌 反而要敢于低息 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板块 军工板块 军工板块在昨天视频当中发了就给他讲到了 今天将会面临一个方向选择 主要是MACD这里如果向上 那么它将形成一个空中加油 军工板块也有望迎来加速上涨 如果向下 那么这会延长军工板块的调整时间 加大调整力度 所以对于军工板块今天的杀跌我们并不意外 因为在早盘的走势当中 基本上就决定了他今天的全天走势 当然对于军工板块发哥也阐明自己的观点 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更多的是要关注军工板块的支撑位置 这里大家注意到这个黄色的箱体 也就是前面这个震荡平台的一个高点 那么这里将会形成军工板块的第一道支撑 如果军工板块弱势 那么大概率会回调到这个区间之内 但是中期的走势仍然是偏向乐观 发哥认为军工板块目前中期走势仍然是看涨 这里只是上涨过程当中的一次调整 所以只要我们控制好仓位 那么实际上并不用恐慌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半导体板块在昨天因为中报业绩超预期出现了大涨 但是发哥在五评文章当中就告诉大家 半导体板块短期已经超买 高位出现利好 那么就要兑现收益 在市场亢奋当中选择落袋为安 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半导体板块是如期出现了一个大跌 大家都应该清楚 发哥是坚定看好半导体板块的中期走势 但是短期的调整却并没有结束 所以短期仍需注意风险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锂电池板块 锂电池板块在前面发哥的观点就是在加速赶顶 实际上这个位置调整一下更有助于中期的上涨 那么这个调整主要就看箱体上方的一个调整 只有经过充分的调整 这个板块在中期才会更有延续性 好今天的分享就讲到这里 喜欢发哥的朋友点赞加关注 有什么问题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评论区见